把測速照相机当成自拍相机 有没有这么夸张呢 台北市一名身穿红衣的男子 疑似是因为违规被拍心声不满 居然在測速照相机前面来回的奔跑自拍 他的朋友还把影片上传到网路 警方表示这名男子除了违反道路交通法则以外 可能还涉嫌了妨害公务罪 马路如虎口 影片中穿红衣戴黄帽的男子不怕危险 竟然在路口前来回奔跑 第二次跟跳跃转身比出夜的手势 原来他是把測速照相机当成自拍机 这段影片被灵性朋友碰上网后 引发网友讨论 网友甚至好奇地问是用跳的吗 虽然可能只是为了好玩 但也已经涉及妨碍公务罪 他会触犯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78条的规定 这一部分我们会处罚他新台币300元 机车停放在道路交道路 时空时以内的零停 这一部分我们也会处罚他新台币 600元的花环 拿测速照相机自拍 究竟是怎么办到的 警方表示测速照相机 是以不可见雷射光 侦测物体后才会拍照 不可见光范围 在机车停止线前 高度大约在距离地面100公分处 宽度涵盖整条马路 这名穿红衣男子 就是在这个范围中来回奔跑 让测速照相机闪出两次闪光 就算相机有启动 我们经过我们事后 还会做照片的审查 这一部分来确定 我们的驾驶人 是不是有闯红灯的一个事实 目前警方正在调阅监视器 以厘清红衣男子 是否还有其他违规行为 不排除先传唤拍摄影片的 灵性友人道案说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